今天是2022年1月6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今天是2021年1月6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没啊 快了 Today is January 6th, 2021 Has China Unified Taiwan Today? Revison 大家好,我是水哥 从今天开始的话呢 我的视频会加入吃播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其实呢 我一开始在社交平台去做视频的时候呢 是想往吃播方向去发展的 然后呢在19年20年 慢慢的在油管看了很多 这些恨国党的视频啊 或者说轮子的视频之后呢 就很想的去录一些自干五视频为祖国发声 但是呢 在19年20年录了一整年的视频之后 我也骂了很多恨国党啊 也骂了一些轮子 那些 那是名斗啊 那么骂了他们之后呢 感觉到后面啊 其实呢 一直骂下去 其实也不是一个办法来的 因为我是觉得 除了要宣传一些正能量以外 还是要给大家看 我们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想通过镜头给海外的那些朋友看啊 还有港澳台的朋友看 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 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那么呃 还是回归到生活里面的话呢 我一开始的Vlog 就是想做生活类啊 吃播类的视频 所以呢 我还是心里面有一种想法 还是很想很想录 吃播类视频的 那么呃 所以呢 我是决定 呃 从今天开始的话呢 呃 我的视频开头还是会有广东话 英语 还有普通话 这三种语言的打卡 然后打卡完之后呢 呃 我可能会刷一两句那些 呃 台独分子啊 那么刷完他们之后呢 那我后就会加入一些吃播的元素在视频里面 啊 然后这可能就是我对于我视频风格的一些调整啊 我也知道做出这个调整啊 是要冒出很大的风险的 因为大家是因为时政类视频而关注我的频道啊 我可能转风格之后 加入一些新的风格之后呢 可能会有掉粉的情况的一个发生 那么我也是有预料到呃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也是呃 还是想做出这种决定的改变吧 呃 因为我是真的想录一些 我很想很想录的视频 这样的话呢 我录视频啊 这样子做 还是会有很开心的感觉 因为如果呃 当我去录视频 变成一种压力 又或者说变成一种任务 后又或者变成一种机械式的打卡的话呢 就失去了我想做视频的一种初心了 所以呢 我啊 录视频还是想录的开开心心嘛 那么呃 做吃播 做生活类 还有做时针类 都是我很想做的一些风格 所以呢 我就想把它们都融合在一起 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我视频 呃 风格的做出一些调整啊 呃 那么话不多说 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吃播 那么我今天吃的一个泡面的话呢 是康师傅的 金汤肥牛面 这个面的话呢 我是第一次吃的 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刚才已经加了热水 已经有三五分钟了 那么我左边的话呢 是我炒的瘦肉啊 我自己炒的瘦肉 来吃个宵夜 吃完宵夜之后呢 就睡觉 我把这些撕开 我把这些撕开 啊 闻起来很香啊 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应该是凌晨了 不知道大家肚子有没有 这种叫起来啊 有没有咕咕叫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这一片瘦肉 再喝一口汤 这个金汤肥牛面还是挺好吃的 吃面就是这样吃才过瘾啊 才够爽 这猪肉的话呢 我是炒的很香了 生夜吃宵夜实在是太幸福了 其实我也在想 不知道港澳台同胞还有海外同胞 你们肚子饿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你们会吃什么宵夜呢 是吃泡面呢 还是煮个饺子 还是点个外卖吃披萨呢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 跟大家分享啊 但是最后一块瘦肉 大家可以听一下 太满足了 可能大家在深夜看这种吃玻璃视频 会真的睡不着觉啊 满足啊 那些猪肉的话呢 我可能会明天带饭带去公司吃 作为我的午餐 嗯 好 那么好了 今天的视频的话呢 就更新到这边 也是给海外的同胞 港澳台同胞来看一下我们 大陆人啊 平时吃宵夜会吃什么 又或者说平时生活类视频 或者说吃播类视频啊 是怎么样的 又或者说平时我在视频的开头 酸一两句你们这些台独整完之后 再来结合一些吃播的风格 到底会怎么样的 也是非常谢谢大家对我频道的支持 那么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对了 在视频的最后的话呢 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看什么书 因为我之前 节约了很多时间来看书 就是没有花很多时间来收集一些时间类的素材 我把那些时间拿来看书了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我 最近读了什么书 我觉得有些是还是很好看的 这本书我已经读完了 白夜行 然后有些书其实还没看了 但已经下载下来 那么我最近在读的是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 这本书还是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 以及很好看的 那么对了 我为什么要下载这个郭敬明的梦里花落之多少呢 是因为前几天 郭敬明不是道歉了吗 那么我就下载了这本书 还有庄宇的这一本圈里圈外 因为梦里花落之多少是抄袭这本书嘛 所以我就想拿这两本书来对比一下 到时候我读一下看一下到底有哪里的相似哈 有一本书 对了这本啊 这本我也是读完了 跟任何人都聊得来 这本书的话呢 我是建议如果大家已经在工作的话 可以读这本书 因为对于职场的一些打工族来说 打工人来说的话呢 这本书还是很有用的 它可以给你一些提高人际交往的一些技巧以及能力的 这本书 我推荐大家去看了 如果大家已经有在上班的话 好 那么 还有什么书呢 老雷 以前的话呢 这本书我很久之前我就读完了 徒步中国 其实老雷他除了这本书 我还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名字 我看一下 在这里中国特色 这两本书的话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看过 这两本书其实呢 当时写的时候 还是算正常 也没有特别恨国党 但是现在老雷做的视频啊 特别的恨国党 我就觉得他真的变了很多 但这两本书还是写的挺正常的 也是真的写了一些中国的特色啊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现在老雷的视频 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看了 因为太恨国党了 好 那么也有周恩来转啊 最风筝的人 最风筝的人 其实这本书我一直很想看 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以及机会去看 那么以后我也会慢慢的把 我书库里面这些书去都看一下 啊 争执一下自己吧 啊 对 现在我也还在看 江泽民和他的母校 上海交通大学这本书啊 还没读完 已经读了45% 所以陆陆续续 我也会继续将这些书都读一下 好的 也是希望大家 不管是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然后吃饭也好啊 以及平时看这种新闻也好 时政类的新闻也好 都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观点啊 那么好的 非常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